科学家预言的2023年将面临的灾难 2023年有多吓人 最近有很多人都在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全地球的人类的生存的一个问题 有传言说到了2013年 人类离灭绝不远了 这样的传言让很多人都十分恐慌 长期以来 霍金的预言一直在科学界中不断传播 比如有霍金曾预言 2023年地球将会消失 而且中国人将消失 这个预言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听听专家是如何说的吧 霍金的全名叫斯蒂芬威廉·霍金 1942年1月8日出生于英国牛津 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也是身残之间的科学家 他在21岁时患上了剑动症 霍金从青年到中年时 他只有两根手指可以移动 身体其他部位完全无法移动 霍金即使变成了这样 他仍然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 在2018年3月14日 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去世了 霍金去世后 大家对他曾经做出的预言 就更加深信不疑了 那霍金都做过哪些预测呢 地球究竟会不会在2023年消失呢 其实霍金在世时发表了许多惊人的言论 例如 在2032年 地球会进入冰河时代 全球气候变暖 2100年 人类进入了外太空 会出现新的人种 还有地球将在215年面临灾难性破坏 甚至还做出了外星人论 霍金在2010年4月25日那天 在跟随斯蒂芬霍金进入宇宙中曾表明 外星人很有可能存在 但是霍金希望人类不要急于和外来文明进行谈判 因为人类极有可能最终毁灭自己 如果人类可以找到地球外文明 则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人类积极发现了外星文明 表明这种文明的发展会碾压人类 另一种则不如人类 但是 人类一直在寻找外星文明已有很长时间了 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发现 此外 霍金还说地球早晚会灭亡 因为人类正在毫无遏制地掠夺地球资源 而这些资源短时间内不可再生 总有一天资源会枯竭 那时 人类将进入危险时期甚至灭亡 如果想要继续繁衍下去 就只能搬到另一个星球上 关于这一点 许多人有不同的看法和见解 有人认为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宇航员都已经升入太空多年了 他们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 他们将找到与地球一样是和人类生存的行星 当然 也有一部分人的意见是相反的 而且也有许多专家认为 地球不会在200年内被摧毁 尽管人类正在过渡中发展地球上的资源 但是地球上的生命 不会在短时间内被摧毁 那霍金预言 2023年 中国人将第一个消失 是不是真的呢 这个预言究竟是从何而来呢 实际上 专家们已经对此预测 发表了意见和答案 专家说 关于中国人将在2023年 第一个消失的预言 并不是霍金所预言的 换句话说 就是霍金没有说这样的话 这只是网络上的传言 还有人在网上说 霍金对2023年进行了一个预言 在预言中霍金说 2023年的时候 丧尸病毒将会爆发 到时候整个地球都会遭到丧尸的攻击 人类也全部都会变成丧尸 最后人类会全部灭亡 地球上的其他生命也是如此 因此地球会在2023年的时候陷入毁灭 但很显而易见 这样的传言就是一个谣言 霍金根本没有这样的预言 而世界上也没有丧失存在 地球更不会在2023年的时候毁灭 那么2023年会发生什么事了 其实2023年发生什么准确的事情 是无法预料的 但是也不会有太大的事情发生 基本上就是和这几年一样 要是真的有大事 也只可能是一些比较罕见的自然灾害 或者一些战乱地区的战争 对于整个世界而言 2023年肯定还是安静的一年 不光2023年是这样 后面很长一段时间 也大概率都是这样 因此大家不需要有什么担心的 另外 英国著名小报太阳报近日发布消息称 一些神秘主义者中 已开始流传 对2023年做出的五个可怕预言 包括地球轨道将会改变 地球将会经历一场核灾难 并被一场巨大的太阳风暴袭击等 这次神秘主义者中流传的 关于2023年的五个预言 可能同样如此 地球轨道将会改变 传言称 地球轨道将在2023年 以某种方式改变 至于如何改变 就只有劳烦人们自己去猜了 地球轨道主要受到 自身和太阳质量的影响 因为太阳占了整个太阳系质量的 99.865% 所以其他任何星球 包括最大的木星 最近的月球 都不可能对地球轨道 产生能够引起我们注意的影响 而只有太阳质量和地球质量的 大幅变化 才可能产生这种影响 这个可能性 我想就不用多说了 如果2023年 地球轨道真的发生某种改变 我们对宇宙的认知 也会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一场前所未有的太阳风暴 太阳风暴包括药斑 日免物质抛射等 会诸然向宇宙空间 释放巨大的能量 如果直接对着地球而来 就会对地球造成影响 但由于地球有磁场护体 这种影响 基本只限于电磁方面的灾难 比如电力设施 电器设备损坏 通讯中断 低纬度出现极光等 最大一场太阳风暴 是1859年的卡林顿事件 既然预言2023年 会出现史无前例的太阳风暴 那就必须超过卡林顿事件 这个倒是有可能 因为太阳的脾气 谁也说不清楚 某大国研究生化武器 死数十万人 这个预测说 2023年 某大国将研究 针对人类的生化武器 数十万人可能因这些 没有人性的实验而死亡 这个预言有些危言耸听 不过也不是全无可能 因为谁知道 某些国家在干什么呢 特别是在今年全球局势 如此紧张的情况下 谁知道明年会发生些什么 核电站爆炸 引发巨大的灾难 电站爆炸事件导致巨大的灾难性后果 这个似乎和现在某些地方的局势相吻合 可能是这几个预言中最有可能发生的 不会再有人类出生 这个预言说到2023年 人类可能会被禁止生育 以后所有人都将在实验室诞生并成长 这个看起来有些扯淡 任何人估计都不会看到有这个可能 还不如说一颗巨大的小行星会撞击地球 干掉了所有人类 自然就不会再生育了 霍金留下的这些预言 每一个都让人感到害怕 但是这些预言 也可以看成霍金对人类的忠告 虽然霍金的预言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但我们目前面临的灾难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的地球现在正在遭受到非常大的压力 而这很大程度上会导致我们失去家园 我们无论到什么时候都应该爱护我们的家园